1,2,3,打! 寶貝 天啊,真帥 呼! 來吧,美麟 我後 唉,幾天了 超高CP值 哈囉,大家好,今天來到 超高CP值的重訓動作 第二集 臀腿的啞鈴訓練篇 今天特別邀請到 身材看似魔鬼的臉孔有如天使 除以智慧都過於常人的 妹 嗨,大家好 我是愛健身愛料理的妹 今天很榮幸受邀 跟賤人改一 一起告訴大家 如何用一個batch 跟啞鈴來完成CP值超高的 啞鈴吞腿訓練 首先我們一樣只需要準備batch加兩個啞鈴 那這邊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在家訓練的話 batch跟啞鈴都選擇購買可調式的 如果沒有看過上一集的 胸與二頭片的話可以點這邊 第一個動作 酒杯深蹲 在正式組前 我會先做兩組 遞增重量的暖身組 每組做10下左右 接著進入正式組 8-12下4組 組間休息2分鐘 在操作時 我們把啞鈴垂直放在bench上 下蹲至低點 用雙手手掌肉最多的地方 將啞鈴托起 雙腳腳掌平均受力於地面 保持全程擠住中立 自然下蹲 不用刻意彎曲背部 讓膝蓋不超過腳尖 吸保氣下蹲 發力起身時微微吐氣 站至頂點再重新換氣 如果你有翹臀圈的話 建議可以搭配做使用 增強外展以及改善膝內夾的狀況 接著第二個動作 啞鈴分腿蹲 這邊我們練3組 每組8-12下 單邊做完休息1分鐘換邊 背部呈現接近垂直於地面 保持髖關節的中立 避免旋轉 站至頂點時不用刻意鎖死膝蓋 建議大家可以在後腳膝蓋的部位 墊一張瑜伽墊或是小墊子 當膝蓋輕觸時前腳就發力起身 第三個動作 臀推15下3組 組間休息2分鐘 我們將啞鈴放至髖關節上方 上背頂著bench 雙腳踩地 臀腿後側發力上推 這個動作一樣建議搭配翹臀圈 增強外展以及改善膝內夾的狀況 注意脊柱一樣保持中立 臉部就順著上半身運動就好 女生們如果想練蜜桃臀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動作 第四個動作 羅馬尼亞硬舉 12下3組 組間休息2分鐘 這也是一個對於臀腿後側非常棒的動作 首先我們雙手拿起啞鈴 屁股慢慢向後推 上半身順勢向前移 移至緊繃時 臀部向前推出站直 我們想像身體就像一個齒輪 你的髖關節就是一個大齒輪 帶動著上肢以及下肢同時運作 在操作羅馬尼亞硬舉時 盡量避免下蹲 才能好好訓練到臀腿後側 第五個動作 啞鈴提腫 這個動作我會建議大家提高訓練次數 20下3組 組間休息2分鐘 這個動作沒有太特別的技巧 就跟你平常踮腳尖的動作是一樣的 只要注意好節奏 下放時控制離心 保持好肌肉張力就可以囉 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給大家 四天練全身的蜜大腿與蜜桃臀篇 那影片中使用示範的器材是 Blaze的AD32可調式啞鈴 以及Fitness Reality可調式Bench 那影片裡面使用示範的model是 熱愛健身 熱愛美食 堅持手作料理的吃貨 ME 那想認識ME多一點的話 他的IG在這邊 ME 8572ft 從這麼一串數字 我們可以看出 1985年出生的巨蟹座 1985年 1985怎麼了嗎 我們這邊還有1980 如果有需要健身器材的朋友 可以到影片下方的連結 那邊有比官網更便宜的折扣 還有其他各種健身器材可以選擇 那如果你有任何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私訊我 我會回答你的相關問題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健人蓋依 吃貨妹 呃 吃貨妹 你要講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等你cue自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美的書現在已經二刷了 料理很多嘛 健身餐料理 我看什麼健身減脂餐 很適合健身的人吃的料理 我太需要了